继续回来我们有问必答的环节 仍然欢迎家庭观众有任何问题 随时可以打电话来 电话二线是204-6566 又或者继续发电邮给我们 我身边的嘉宾就是Jason和我们聊天 Jason你好 你好 不如看看大市的最新表现 恒指跌至188点 到18387点 暂时成交额有接近200亿 而刮企指数跌至107点 到9951点 期节方面暂时跌129点 到18359点 低碎31点 而成交量方面有26000多张 这次回来不如和Jason说大致的方面 听到很多分析员都说 12月会是基金经理Window Dressing时刻 即是一些粉饰的活动 但暂时来说始终没什么起色 见到成交额到这一刻为止 都只不过有200亿左右 问回你后市是否都是看淡呢 现在都是12月中 如果你说基金要做Window Dressing的话 两个可能性 第一方面有机会可能是 即11月底至12月初的升势 都已经在做 甚至乎如果说之前一些比较聪明的基金 可以在16000点阻挡货的话 其实上去之前的高位 大概19300点 都算是有个不错的升幅 当他们低位买货 然后又能够在19000点阻挡这些位置 是放得到的话 其实整体的利润都已经是非常之丰厚 要做Window Dressing 一个粉饰的活动方面 其实都已经可以做了 另一个可能性 亦都是说 即是今次的调整方面 暂时见到的成交都不算特别大 即是你见到今天的市场虽然是下跌 但普遍的成交额都是200亿左右 所以都意味着 基金其实在沽货上 都不算太过进取 有没有机会去下跌下来之后 能够在18000点左右这些位置 找到支持 然后去到 即是圣诞节之前或之后 再次推市上去 去到月底方面的高位收市 这个可能性仍然存在 但都是要留意整个形态方面 之前都经常强调 近这几个月方面 恒指都在做一个 所谓收窄三角形的形态 如果你说今次的调整 落到大概这条上升轨 左近大概18000左右 是守得住的话 其实整个问题 都不是说太大 但当你说这条上升轨 一旦是失手了 跌穿了的话 大家要留意 未来的后市 就有机会进一步下施 17600点这些位置 谢谢Jason在大市方面的分析 我想听听家庭观众电话 张生 喂 早晨 你好 早晨 我想问问 陈嘉是否358和3323 是什么位置可以进入 好 两只未有货打算短炒 是的 先看358 江西桐 现价17.16元 暂时跌4.8元 未有货短炒 358 如果说在12月底之前 大涉还有一阵抽升的话 这类资源股的确是可以看高一线的 如果你想买入的话 其实我觉得 去到这些价位 都差不多算是一个支持位 来的 因为最近这两个月的走势方面 江西桐都一直保持一个 长方形的形态运行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 就看回11月底的时候 曾经做过大约16.5元 这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说打算买入的话 都可以hold住这些位置 作为一个买入价 如果你说股价 是不幸运的 买了之后跌穿了16元的话 我都建议可以做一个止损 因为如果你说跌穿了那些位置 就代表着整个长方形 都有机会出现一个向下突破的格局 到时候都应该要先走一走 好 再看另一只 3323 中国建材现价是9.17元 暂时来说 跌至2.22元 这只又怎样看 这只走势和江西桐都是非常类似的 见到它在11月初那段 做得不错 曾经股价上到11元这些位置 但去到那些位置的时候 亦没有一个承接力 见到股价之后的日子 都是不断调整的 但是都叫做 去到11月底的时候 当那个股价 落到接近8.8这些位置的时候 亦都遇到支持 跟着出现反弹 所以暂时来看 3323的走势方面 仍然都是以一个 长方形形态在运行的 如果你说买入的话 暂时可以定一个 价位大概8.8至8.9这些位置 找位置去到买买回去 博去不要跌穿这些低位 一旦如果你说叫做 卖了之后 市场向下突破 股价是跌穿了8.6这些位置的时候 都应该是做止洩 暂时短炒的上网空间 都是先看回大约10.5至11元 好 谢谢Jason 张先生有其他问题吗 对 我也想问两只 哪个跌穫率高一点 二选一 差不多 因为两只都属于资源股 当大市真的要反弹的时候 两只股份 我相信同步性都会很一致 两只我相信 都会有机会在升市上 跑赢整体的大市 好 谢谢Jason 亦都很感谢这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任何问题都很欢迎再打来 又或者发送Email给我们 另外不如同你谈谈 今日来谈谈逆市的一只旗吧 我想谈谈农园电力 编号916 今日来谈谈股价都不错 在做5.76元 暂时升1.01元 最主要都看到一份大行的报告 就是高盛方面出来了 就说京都的协定书方面 有效期 亦都会延迟到2017年 当中意味着内地的风电厂 在2012年之后 亦都可能获得额外更多的碳排放收入 当中农园电力 都是其中一只比较受惠的股份 股价亦都反映出来了 这一只 问下你意见 是否可以搏高一线呢 看回农园本身的收入方面的结构 除了你说风力发电电费收入之外 其中有两成的收入 都是来自一个所谓CDM的业务 也就是清洁的能源机制方面 一个带来的额外收入 这方面的收入是怎样得来的呢 就是之前他在国际方面 都签订了一份所谓的京都议定书 这份协议就是容许某些国家 某些企业 如果你在发电的时候 整体的碳排放量 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低过某个标准 而剩下一些排放的额度的时候 你就能够可以将这些额度 就是卖出去 就当是一个额外的收入的 由于本身农源电力方面 都有比较多的发电 是来自风力发电 也都是意味着 他本身在碳排放量方面 对比起一些火力发电的公司来说 都是远远是为低的 就是剩下了这么多碳排放量的时候 就将这些卖出去 整体的收入都占到 整个集团的总收入有两成多 之前市场上都比较担心 就是说去到2012年底的时候 这个京都议定书就会到期 如果你说到时候不能够去延续的话 对于农源这方面的收入 都会有个严重的影响 但是都见到上个礼拜 在非洲方面开的会议 都已经是初步确认了 这个京都议定书能够延长到2017年 也都意味着农源去到2012年至2017年这段期间 整体去到出售碳排放量的收入都得意延续 这方面我相信对于农源的股价来说 短期来说都会有个冲起作用的 暂时亦都见到昨天和今天农源这股份也表现相当不错 如果你说市场上能够继续消化这个消息 股价来的时候有机会进一步挑战更加高的位置 暂时看回大概6.1 50天线的位置会一个初步阻力区 但如果连这些位置都能够突破的话 在上网的空间可以看回到6.4至6.5 你的目标价和高盛方面都差不多 他们亦都给他一个买入的评级 目标价同样地都是6.5左右这个位置 我们先休息一会 Jina回来继续会有问答华人之隔 仍然欢迎嘉宁观众 有任何疑难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 电话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继续发电邮给我们 Jayson做申报 以上提及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谢谢你 我们先休息一会 Jina回来继续有问答华人之隔 看看大市最新表现 恒指跌193点 去到18382点 成交方面有216亿 先休息一会 Jina回来继续问答华人之隔